三妹堂木偶奇遇美得吓人 布袋系不但是台湾各年龄层的共同回忆 各式各样的布袋系友 更是许多人最心爱的收藏 这一尊尊兼具华丽时尚的布袋系木偶 每尊身价至少数万元 有人甚至出价十几万都还买不到 很难想象做出这些美丽木偶的幕后推手三妹堂 里头的七名成员只是平均年龄三十出头的业余玩家 我们所有的造型衣服还有整具木偶的设计 都是我们一手包办亲自制作 大家品尝各有各的工作 有人卖鸡肉有人在工厂上班或在大学教书 七人抽空不定期聚在一起 分工担任雕刻师 制衣师 造型师 冰器师 口白师 操偶师 还自己写剧本 这群偶吃 因为一次面交戏友碰撞出火花 专门收藏素环针 一页书的大学讲师颜仁洪 将其他热爱布袋系的六人拉进来 一起打造这个阵容坚强的团队 从构图 造型 布料花色 到角色定位 剧本 七人都常讨论到起争执 到最后其实我们都发现 经过我们七个人一起 大家都认可出来的成品 真的是 就是已经是最好的了 三昧堂的美尊戏友 都是独一无二 大量的朱氏 纯蚕丝 甚至施滑若氏其水晶 堆砌粗的华丽尊贵 除了手艺细腻精湛 根据时尚元素 男偶都是十二头生花美男 五官比少女漫画还唯美 菊花 它是梅兰竹菊系列 其中一个美男紫角色 然后我们梅兰竹菊 是用四种色系 那菊花就是用金黄色 无论是善途还是反派 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性格 除了自制戏友 他们也尝试妇科重生 原本就有的布袋戏角色 颜伦红是行销高手 透过网路交流 早已闻名于业余偶界 成军五年 三昧堂已自制 近百尊戏友 许多同好对他们的戏友 可说是如数家珍 嘉义首展 三昧堂的戏友 没到让人吓到 萧萧场地 永近约两百人参与 上月 三昧堂第二次去北京参展 大批粉丝到动漫展支持 引起当地媒体真相报道 未来他们想拍一部布袋戏电影 想让更多人知道 七个大男孩因为喜欢布袋戏 不停努力 追求梦想的过程 也期盼跳跃的灵魂 能在国际上舞动 永远够以苹果自报 读者 梦想喝 大家喝 哈喽 运动新闻 大家喝 哈喽 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